很多觀眾朋友回想說 在這個節目當中 可以看到平常居家設計當中 比較少用到的一些裝潢手法 甚至開眼界的一種 而且這個感受 觀眾會覺得跟看平面雜誌翻起來 又不一樣了 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幸福達人 大家的好朋友周堅志 堅志你好 你好 堅志我們看了這麼多的精品旅館的設計 真的很多讓我們覺得 哇 要透過我們的節目才可以看得到 對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旅館在不同的地方 會可以帶我們直接深入的 去做一些細部的一些採訪 OK 那今天我們要看的這一間精品旅館 它走的風格很特別 它走的是童話風 我們來看的是美人魚它的家 海底世界 對 美人魚的家它是一個海底世界 那海邊的感覺讓我們覺得就是很清涼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有一個藍色的感覺 一個聯想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地方滿特別 它一進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清涼 很舒服 因為它用一個很 這個很 很特別的一個馬賽克的磁磚 來做玄關的地板對不對 對 當然可以特別注意 它的玄關的這個馬賽克磚 它用的面積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弄得太大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太複雜 但是它基本的做點綴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效果就達到了 畫龍點睛喔 對 OK 然後接著下來我們會 這個玄關部分就是一個台階 慢慢的升高 那這個材質呢 它這個台階是用明石子的一個方式 但是它的這個石頭它稍微大顆一點 如果比較細部小顆的石頭 它可能做在一些收邊的處理 但如果是地板大面積的時候 你要表現比較 很強烈的一個風格的時候 我們可以挑選這種比較大顆一點的 比較大顆粒的米獅子 對 沒錯 一見之我發現它的米獅子地板 走一走之後又會再碰到 就像玄關一樣的馬賽克藍色地磚耶 對 它最主要它用這兩個材質 做兩個空間的轉換 怎麼說呢 玄關是不是比較低 所以我們進門自然會拖鞋 就會覺得說那個地方 是比較落成的地方 然後再畫到另外一個材質 你又不會覺得說 這個馬賽克用太多太複雜 對不對 然後再到室內的時候 它再運用一次馬賽克 它又讓這個很清爽很涼爽的感覺 海底世界的效果 對 又帶到這個室內空間裡面 然後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走過來的時候 順手一摸發現 它的這個牆壁的材質 也滿營造大自然那種粗獷的感覺 對 它其實是一個石頭漆 那我們這個石頭漆 坐在室內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種材質可以去 顏色可以去運用 運用 那它這個石頭漆它其實一般 在施工的時候啊 它可以用噴的 它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手慢慢去抹 怎麼去分這個不同 應該這樣講 如果說我們一般 坐在室外面積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機器去噴這個石頭漆 那它的效果會覺得表面上比較粗獷 那手去摸它的觸感會比較銳利 所以有的人他覺得這樣太銳利 他可能就要用手 慢慢慢慢的去把它抹上去 那手慢慢去抹上去的時候 它的施工上面會比較有細緻的感覺 那當然它也少了一點就是粗獷的那種味道 OK 所以看你想要是什麼樣的觸感 想要比較粗獷自然一點 我們就用噴的 但它價格也不一樣 就如果是用機器噴的話 它的工時可能也會少一點 所以我想就是觀眾朋友 你在選擇石頭漆的時候 如果想要比較便宜 比較省一點 然後你喜歡比較粗獷的感覺 我們就用大面積用噴的 省人工嘛對不對 對 如果我喜歡那種觸感是比較柔滑細膩的話 可能就像建制建議的 我就用手慢慢的把它抹上去 是 當然相對的人工就貴一點點了 對 沒錯 OK 好 這個石頭漆原來工法上的差別 可以營造不同的質感 是 那這邊的天花板呢 為什麼也會讓我覺得 有海底世界的感覺 它的天花板也有不同的設計 交錯在一起 但是非常的有特色 對 其實它這個地方很特別 它就是利用天花板比較低的地方 它其實上面是長冷氣 那它下面如果是平板是白色的感覺 它就太僵硬了一點 那這個地方既然是營造成 海底世界的感覺 它就應該要有一些不規則的圖形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這個天花板上面 它用一些圓弧的這個不規則的一個造型 直接釘在這個平的天花板上面 那因為它的數量還滿多的 所以整個走到走過去 你就會覺得說好像這個天花板 還滿有一個趣味性的感覺 有那種立體浮雕的感覺 做這個天花板 對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天花板 我就會想到說 也許我們在小海房 也許我們要包一根梁 它比較低 或者是也許我們要 藏一個那個吊飲室的冷氣 那這個平淺天花板 也許我們也可以用這種 不規則的集合圖形 然後再把它釘上去的方式 所以我們室內空間 真的要藏一些沙水頭 那高度也有限制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高低差 去做這樣的一個 不規則的一個造型的一個變化 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OK 那另外呢 其實在它這個主臥床區 它的天花板 我覺得就好像海洋裡的感覺 是什麼樣的燈可以打到這種光 對 它其實 它用一個特殊的塗料 它先這個塗在天花板 這個比較高的平臨的地方 然後它側邊藏了紫光燈 當它打完以後 這個塗料 它就會展現出這個顏色 那如果我燈關掉的時候 其實就看不到了 對 這個燈 如果我們把它關掉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 有這個藍色的感覺 所以我家裡的天花板 其實用這種方法做 就不用花那麼多目光 它也可以有很多的變化性 對 假設說我們小朋友的房間 或者小朋友的遊戲 是我們想要在夜晚 做一些星空的處理 或者是做一些不同的一個 方式的表現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做一些取捨 那萬一有一天你不喜歡 就可以把這個塗料再做一個塗抹 再做一個更換的動作 其實也很方便 就跟星空彩繪很像 對 那我剛剛進來玄關的時候 看到左右兩邊那個壁面 像它畫了一些彩色的魚 真的很像海底世界然後栩栩如生 那個也是漆的不同的感覺 對 它其實也是 善用這個造景的方式 但是它因為它必須把 很真實的這個魚 畫在這個就是這個牆壁上面 它用這個特殊的塗料 再打上燈光 你就會覺得遠看它有一個 很立體的效果 很像水竹箱的效果 對 它有真正的實體的一個 造景的東西 但是它也有牆壁上的那個 很虛擬的畫的那個東西 然後配上一點燈光 它其實就可以達成一個 好像很海底的一個布置的感覺 OK 其實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經濟實惠 然後讓天花板更有表情 更有變化的一個裝潢方式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室內造景也滿特別 它這邊外面做了一個窗框 它有一點弧度的感覺 它這個弧度 然後配上弧度的玻璃 這樣整個看過去 你會覺得它有一點 不是很規則面的 就像一般我們的玻璃箱 它可能是一個平的玻璃 它有一點弧度的玻璃的時候 你肉眼看過去 你就不會覺得它很珍貴 很規律 那也達到一個很特殊的效果 造景的效果 對 這些海底世界的衛浴區 我覺得也滿特別 值得好好介紹一下 對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腳下 它有一個像水溝一樣的一個設計 對 你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這個水溝 它可以做得很大 當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我們腳踩下去 好像有一個 一個好像泡腳的地方對不對 它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讓你這個浴室的水 它其實整個地板的平面 整個就卸到這個水溝裡面來 然後再用這個水溝的概念 做一個水道 把它倒到邊面去 那用這個整個 這整個材質用那個明石子來處理 它其實你會覺得它有一點那種 玩樂的一個效果存在 同趣對不對 對 而且它也不讓溝槽感覺 是這麼就是排水溝槽的感覺 它好像是融為整個浴缸的一體了 對 最主要就是它這樣好像有點像護城河 它就不會把這個水整個在溝到 這個流到這個室內的這個 這個馬賽克這個空間裡面 好 所以如果這個居家環境設計裡面 你希望你的主臥衛浴 跟你的主臥室可以這樣子 開放式的空間 那又害怕水呢 會如果會溝到外面去的話 今天像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還滿值得大家參考的對不對 對 沒錯 OK 那麼今天呢 我們這個精品旅館之旅 也希望帶給各位 你在居家裝潢設計上面 找到你想要的點 然後放到你家裡喔 那也非常我們謝謝設計師監製 謝謝囉 謝謝 謝謝